近日 美方发布涉江年度人权报告 对两名中国官员和三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江虚假叙事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江虚假叙事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方官员和企业实施非法制裁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抹黑中方形象 严重损害中方有关官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中方将对长期搜集涉江敏感信息 为美方涉江非法制裁提供 所谓依据的美国情报数据公司 卡龙等一家机构 对卡龙公司调查主任徐猛 前美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 尼克尔·莫格雷特等两人 采取反制措施 禁止上述二人入境中国 包括内地和香港 澳门特区 冻结上述公司和个人 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 合作等活动 发言人表示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撤销对中国官员和企业的 非法单边制裁 停止实施所谓 唯无我而强迫劳动预防法 等错误法案 若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